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Toyhats Labels for MT Downbeat 那這款由McToyhs所出品的MP Downbeat,其實就是MP級別G1造型的爵士 那這款車型也是根據實際存在的車型所設計的,它是根據1976年Porsche 935的車型所設計的 車型是非常還原但是缺乏了非常多應該有的贊助廠商以及圖案 那這份貼紙就是為了補齊這些缺少的圖案以及文字 貼紙的內容物總共有5張,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來貼貼紙吧 歇請時間為了 中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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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貼紙貼完了 耗費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在保險桿的部份呢,霧燈有新增細節 進氣口也有新增三張反光貼紙 上面這邊有新增Martini Racing的字樣 引擎蓋的條紋全部都是新增上去的貼紙 擋風玻璃處也有新增Martini Racing 那這邊呢有許多選擇,我選擇了跟實車一樣的 車道的部份還有新增一些贊助廠商的字樣 看到它的側面,車門整個被貼紙包覆住了 這邊有Martini還有4 那這款賽車主要是由Martini所贊助的 進氣口的地方也補強了兩張貼紙 尾翼的側面新增了Martini & Rose 那這個我也是比對實車所選擇的 尾翼的部份也是一樣Martini & Rose 看到車尾的部份保險桿整個新增了黑色的貼紙 上面有寫著Shell 車尾燈的部份有新增細節 旁邊這裡還有一些文字補強 在中間這一塊也新增了一張Martini Racing的字樣 下面還有新增排氣管的刻畫 那在載具形態之下貼完這個升級貼紙我個人是覺得 相當相當的正點,非常非常滿意 整體的觀賞性以及與實車的還原度都是大大的提升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人型的表現如何吧 在變為人型之後增加的細節並不多 配件的喇叭有新增反光貼紙 胸口也有新增條紋以及博派的標誌 一些車型之下新增的貼紙也延續到了人型 腹部有新增細節 拳腳的部份也有新增兩張貼紙 膝蓋有新增細節,兩邊的是不一樣的 小腿處全部增加了電鍍效果的貼紙 看起來質感是不錯的 小腿的外側這邊也新增了三張藍色的貼紙 人物的後面基本就沒有什麼新增的細節了 那在人型之下新增的細節並不算多 升級前後的差別也並不算大 那這一份由ToyHacks所出品的Labels for MT Downbeat 主要是著重在車型還原的部份 在載具形態之下貼完升級貼紙看起來是 非常非常正點的 與實車也是更加的還原 人型之下新增的細節就並不算多 只有一些算是畫龍點睛的補強 那這份貼紙的品質也算不錯 在貼的過程中沒有遇到任何的困難 貼完之後的效果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對於這種還原實車的細節補強貼紙我個人是非常沒有抵抗能力的 如果有入手MagToy's Downbeat這款玩具的人 我是非常推薦這款貼紙的 那今天這款Labels for MT Downbeat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是自動物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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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